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斯诺登 斯诺登 苏诺登 然后知道离开了美丽华酒店之后 现在不知所踪 住在哪 谁知道 说不定是重庆大厦 越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的地方 原来就住在美国领事馆的对面 没错 原来住的那个 对面就看得到美国领事馆 对 他住在重庆大厦 不定被谁枪奸了 那就更是震惊世界 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分析 香港很难办 就是为什么梁 香港现在这头叫什么 梁振英 为什么梁振英 三间其口不说 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微妙 他们甚至有人说 说美国现在迫切的需要 把斯诺登带回去 什么 但是你如果通过正常渠道 那是中国领土 对吧 这个里边非常麻烦 你要引渡 对吧 那么中国政府怎么考虑 香港怎么考虑等等 都很麻烦 甚至有人说 但是很有可能英国会采取007的手段 找特工来 在香港 把他绑走 偷偷运出香港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这是中国领土 你知道吗 这事儿就大了 但是问题是 他还很复杂 他不只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那中国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是 就当然理论上 这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那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刚刚才这个习澳会 习澳会 人家谈得挺友好 对不对 触妻谈心 椅子都给你送回来 对不对 但是结果这么一搞一搞的话 那就让这个事情有点变数 但是另一方面 他还牵涉到一国两制的问题 因为你从法律上讲 香港的司法体系 跟整个中国大陆司法体系 是不一样的 是独立的 那你如果要引渡的话 这不是直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的法权范围内来谈引渡 是跟香港谈引渡 那中央政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按照法律 是可以提出介入 就提出一些要求的 一个牵涉国防 一个牵涉外交 那理论上 这两这个案子都牵涉到了 对不对 但又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防跟外交的 这种关注的提出 还不能够抵制香港本身所签署的 因为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权摊位 也签了一大堆的国际人权公约 什么那些约 又不能违反那个 那假如今天这个斯诺登 他是提出的是政治庇护 或者像联合国难民公署 提出的是政治难民庇护的时候 那这件事就非常复杂了 那变得是中央政府 也许有一些想法 香港政府就算想配合 都未必那么容易 得去配合的到 或者怎么样 变得很麻烦这件事 咱们看看这小伙子 小伙子长得还有点帅 是吧 你看这个长这么模样 他女朋友这几天心都碎了 作为一个跳钢管舞的一个 你是很像芭蕾舞的 对 钢管舞 哎呀 我给你打赌文道 你先别光光光光看他 你就是说 你是看女的跳舞 都觉得人家是跳钢管舞的 不是香港报纸灯的 你看他那个标语都写着 跳钢管舞的吗 没有 没有 人家支持他 在美国挺他 我跟你说 他女朋友原本是跳芭蕾舞的 但是现在在夏威夷 为Kiki杂技团 跳钢管舞 杂技团的钢管舞 对 他女朋友 不太一样 都岁了 不是那种酒吧钢管舞 小伙子他二十几岁 他女朋友说 你看办的这个事 都没说一声 不告而别 说俩人本来很相爱 不告而别 就跑到香港去 然后就 扎这种惊天打 可对全世界人民来说 做了大好事 你觉得是好事吗 当然 这是太好的事情了 这种事情 他揭露这个Big Brother 就这个这个 这个大哥 对不对 对 没错 写过 没错 无所不在的一种监控 这个里边 这个牵涉到我们每个人 说实在话 除非你是为政府工作的 全部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民 都会为他的行动 当然 但是现在在美国有调查 就是说 竟然有五成 五十四的人 五成二 超过半成的人认为 哎呀 如果是FBI要监听 是为了反恐 那么就监听 很多大部分的人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可以接受 OK 所以在美国 你看刚才那标语 它引起的确实 这个争论 我觉得是一个很老的 伦理的话题 就是说 这个斯诺登 他到底是个英雄 还是一个汉奸 不是 美奸 叛徒 卖国贼 他现在在美国 就管他叫卖国贼 对 那么到底是英雄 还是卖国贼 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要小心 就是美国 我觉得这个国家 这种911之后 已经变了 这个国家 原来他们讲究 人的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隐私 但911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为了安全 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 整个气氛 整个文化在让步 你最明显 就是那些机场 他那种X光 是能够把你裸体 看穿的那种 他们居然都能接受 你当你这一步都能接受 这在以前的美国来讲 那是多大的屈辱 你想想看 你连这一步 你都能接受 那可见 他们已经让步太多了 我到美国 过那个安检 跟别的国家 哪都不一样 来 就是帽子摘了 放在这 鞋脱了 然后腰带呢 也拔下来 进到一个这样的机器里面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两个脚印 说踩着这两个脚印 踩两个脚印 手这样 手这样拿着 然后那个机器就呼涌一下子 转一圈 那我当时感觉 这就像是投降 各个举着这个出来 然后再拿回你的东西 所以呢 911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 我觉得所以911那个袭击 当年那个袭击 某个意义上 他成功了 他真的是打垮美国了 他打垮了 虽然拉登现在死了 那个组织现在作用也不大了 但是他对美国的改变太大了 对 他已经打垮了美国的原有的价值观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问题啊 你刚刚说到为什么我们仍然觉得他是英雄呢 这不只是你就算美国人都认为他是叛徒也好 我们还是要支持这个施诺登 理由在哪里 因为这回美国他那个监听那个临近进化 他监听不是美国人啊 我们全世界啊 你全世界只要有任何人上网 你那个赐福器是在美国那边的话 我们多少人被监听啊 你凭什么美国人监听我们啊 他新的这个计划就是说监听外国人 对啊 为了反恐的目的 美国人支持的是监听外国人 所以现在欧盟就提出抗议了 你看到没有 欧盟马上提出抗议了 欧洲人凭什么给你监听啊 你怎么可以监视我们呢 我们的公民责任 我觉得接下来全世界都可以 每个国家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这样同样的问题啊 美国过去是恐共 现在是恐恐 美国就是现在是恐恐 他他这个为了恐恐 他话在理性的话分开来说 就他个人的行为来说 他违反职业道德 他也许是叛徒 但他做的这个事情 确实对全世界公民利益来讲是个英雄的行为 这就是 应该这样分开来说 这就是像你知道这是个伦理问题 这就像有的人就是说的 说当年在纳粹集中营里 对吧 这个在奥斯贝辛集中营 如果你是一个康护 对吧 或者纳粹医生 对 纳粹医生 你不能做什么 但是呢 你仍然也是可以有选择的 比如说你职务上你不能不这样做 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 尽量对他们好一点 就好像说 这还涉及到一个敏感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士兵 是吧 你到了一个国家 你接受的命令是枪杀平民 那么在你无法反抗命令的情况下 你仍然可以选择向天开枪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职务的行为 或者有些你的处境的行为 和你人有没有一个最高的道德率 是超越超越一切的 而且甚至这有争议啊 有的时候出卖不出卖朋友 为了比如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我要出卖朋友 朋友说我这事只告诉你 我信任你 那么 简单的说吧 你朋友当中有一个周 那个刘铁男 那你知道他了十二本外国护照 那你想 你是不是要去告发他呢 那很多人就是说 你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应该反腐 但是他是你的哥们 对不对 你一个项目是他批的 那这个时候 不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还不是这些伦理问题 因为他这个事情 我觉得伦理问题 还不是那么复杂 大部分的人都看到 这个做法的荒谬 但大部分人都在这个机器里边 也执行这个机器 但你说荒谬啊 德国有一个总理副总理 没这么看的 我知道欧盟在开会 可我今天看新闻还说 这德国的这个人就说 说你美国 我们欧洲反恐 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美国 美国提供情报 说是在全世界的反恐 很大程度上靠美国 他说美国问题是 美国经常给我们提供的情报 都是有价值的情报 他说所以说对这个现象 他也觉得很难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这些情报是靠什么 他都靠侵犯人的隐私 到处打探 但是他能说 伦敦要发生爆炸案 经常就帮助你避免了 伦敦或者德国 法国的恐怖袭击 那这个价值 你又怎么比呢 但是这就问题就来了 就说到 你没错 我们刚才讲说 你美国政府 凭什么去监听 监视全世界人的这些资讯 这些资料呢 但你刚才提出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从这里面 欧洲现在很多政府都这么讲 不止欧洲 尤其说英语的国家 更依赖他 因为全球的情报界 或者情治界 治安啊 这些部队 他们关系的密切 是超乎我们想象 有时候我们表面上看 好像有些国家不大对头 或者怎么样 其实他们那个行业 情报机构 对 或者是治安部门 是互通的 尤其是什么贩毒啊 这种 对 这种是完全是互通的 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英语国家 他们有个叫五眼的这个机构 Five Eyes 所以Five Eyes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 澳洲 英国 加拿大 新西兰 这五大英语国家 他们的情报机构 基本上是个联盟 那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另外四个国家 也都参与进去 还不只是美国一个人 那么他们互相提供情报 那么你今天说 我们不要你的情报 但是问题是 你们考虑这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 我们让美国的情报部门 侵犯我们所有人的隐私 然后最后他提供的情报 说是原来是帮助我们 能反恐的 那不就等于承认了 这就是个世界警察吗 他就是一个情报界的世界警察 跟他的第七舰队是一样的 还有还有更大的叫人困惑的是 如果纯粹都是用于反恐的目的 那还比较好说 但是问题 这个东西他一旦建立了 他无所不知 因为现在人家最担心的 他这个 他到时候连他的商业 对啊 股票市场啊 所有这些信息 对 他都能够提前知道 那我们怎么来证明 这个股票市场第二天的升跌 是一个市场的决定 那还是被人操控的 这就是所谓影子 影子政权 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美国这个国家呀 他呀 对内很民主 但是呢 对外在世界上很不民主 就是很很霸道 你知道今天呃 在我跟咱们公司一个电脑专家 他跟我这个聊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 但是他从他这个 他说美国为什么不让华为进去 他说你知道他甚至认为 中国应该警惕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 都在用美国的这种电信设备 网络设备 他说华为啊 实际在全世界 都是做的很大的 但是就是美国 不让你进 他说为什么 就是美国人特别把这个当回事 你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啊 你现在你看啊 他那个棱镜 多棱镜的计划 你只要一上网 他能知道你的一切 他能知道你所有的这种通话记录 就是说他实际上他靠什么 他怎么知道的 这个手段是什么 你比如现在Google公司 都纷纷出来说了 Google公司就是说啊 我们要声明 我们是跟政府合作了 我们提供了一些 但是呢 政府你现在应该跟大家说呀 我们你们要那么多 我们没给你们这么多 我们给了你们一部分 这就是Google说 所以我这电脑专家就讲啊 他说Google说不作恶 其实也只能做到尽量不作恶 你你很多情况 他美国就是靠着这些个这些个电信公司啊 才能够支持他 而且你全世界用他的这个设备 这个相当危险 这个电脑我现在觉得太可怕了 没错 所以很多人以为就是说现在互联网出来之后呢 资讯发达对各种政府来讲是个挑战 就政府要控制人民没那么容易 其实恰恰相反 是更容易了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有留下一些电子足迹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一天到晚 手机开三级上网吗 等于是有新人是随时随地知道 你什么时候哪一个地点在干什么 全部都一新人 你在微信微博上说了多少废话 人家一查就跟你说 而且在哪说的 什么时间说的 我们今天那么enjoy这些电子的东西 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是最有象征性 就是我们都是两个手撑起在这 我们脚站在那里 全身裸体在那里 我们整个电子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 我们现在 所以只有一个方法 希望他不要滥用 希望他拿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一套法律程序 所以越是发达以后 我们越是只能寄托于一套法律 我觉得不是希望他不要滥用 而是希望他根本要停掉 这个事件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起来反对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侵犯人权了 因为你这样想看 你拿的这些东西 你现在说为反口目的 但是他收集 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收集所有人的所有资料 然后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回去做这个data mining 资讯挖矿 你懂我意思吗 他都是备而不用 什么东西我都拿了 那等到他觉得有需要 他再回去找 哪有这么来办事的呢 不过这个事情 现在起到了这个作用 非常复杂 这件案子 为什么他复杂到什么程度 你想想看 他会让 就像你刚才讲 华为的案子 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想 我们要不要发展 跟美国完全不同的 独立的一套电讯通讯的 还有伺服器的系统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就太单一的 你比如说 我知道 据我所知 我知道咱们军事上 是用了自己的这个系统 对 可是现在的世界 哪光是靠军事啊 你的商业呢 没错 你的各级政府呢 你的什么呀 你都靠美国的这种 他们叫什么斯科呀 什么什么的 这种 斯科嘛 就这种电信设备 他问题是 他存在这种叫什么 后台密码啊 这种 他存在这种手段 他也是 我们中国政府 也是他大客户 我们的防火墙 就是斯科在做 所以我为什么说 叫影子政权呢 你得想想 这个东西 是非常可怕的 他甚至能颠覆一个国家 他甚至就像 徐老师说的 你金融 我能操纵金融啊 我能操的 不光是这个 你任何一个消息 我可以比你 大家知道 早知道 哪怕五分钟 我就不得了了 在这种事情 而且你知道 就是真的像我们说的啊 这个 你看iPhone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乔布斯啊 你可以说他是上帝 有些人认为他是上帝 但我觉得 他是一佛一魔呀 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魔鬼 就是把这个东西释放出来 在人类还没有能够能力控制他的时候 释放出来之后啊 实际上 你看啊 真的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 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个美国人讲 你美国人接受采访 他认同 他因为波士顿又爆炸了 那美国什么就爆炸 他就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反恐 我OK 我接受 我接受 可是我都不禁这样想 如果整天这炸一下 那炸一下啊 我可能都要接受一些警察手段 但是你看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如何防范呢 嗯 恐怕你只能像文道现在一样 跟任何人讲电话的时候 你自己都小心一点吧 嗯 比如说我们公司电脑专家就给我讲了 他说我告诉你 最彻底的这个保密 就是你不用电子设备 或者你要用的话 你就根本不要把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通过这种电子的东西去说 你在电话里不能说的事 你就别说 你那个什么电脑里 微信里 这个电电电电邮里 你都要自我自我检查 自我检查 那么你看 最后我们又变得真正的不自由 我们变得估计重重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毕达格拉斯讲过一句话 就是我看那个电影《亥克帝国》的时候 我想到他讲这句话 他认为宇宙世界的本质是数字 对 世界是数字组成的 古代人很难理解 今天可以理解了 一切都是数字 对吧 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变得很恐怖啊 就是真的很恐怖 我对于他们这个科技的这个 这种大的控制性啊 我是悖观 我觉得没法阻挡 就很早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所有电话 中国一样 你所有的手机电话东西 以前要一个人来窃听 现在不需要 所有东西都存在那里 只需要他点出来 唯一能救的就是说 他点出来的这个程序 能不能用这个东西 怎么来对付人 这个地方来克服 只能用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就是说 我们还没到达圣人满街走的社会 可是现在我们的手段 要想使社会不乱 那需要的是全民道德都很高 都很尊重隐私 绝不通过非法的手段去得到 不过讲回这次这个斯诺登的事情 对中国是有好处 对香港都有好处 对香港的好处就是 梁文道刚才讲 他可以凸显香港的独立地位 因为整个这个事情 从法理上是香港自己处理的 他不太了解 香港其实跟美国 定了很多引渡协定 对 其实是只要不是政治犯 香港的这种情况 他就会送回美国 他跟反而他一到深圳就安全了 对 中国跟他没有 所以很多在美国 睡觉不好的一些人 我不讲名字了 有些很有名的人 在美国犯了法 他们就住在深圳 对 他们绝对不能 在香港就是交回美国去 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呢 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呢 我自己估计 我觉得也是送礼 这是好处啊 就是在美国 他一方面 给改善中美关系 因为香港的决定 最后中国要做决定的吧 就是最后总要 总要拍板的吧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使得美国前一阵 对中国的那些指宅 那些说什么 我们的黑客啊 什么 全都变得很无聊 对不对 你不要讲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电脑专家朋友就讲了 美国最坏 就美国现在就慢慢暴露出啊 他在国际问题上的这个本质啊 实际上中国玩这个网络 老实讲 据他说呀 不够他玩的 但是他偏偏要取这个姿态 整天说 你看你网络攻击我呀 你黑客啊 你网络攻击我呀 实际上整个这个基本盘 都在他手里 这个科技基本盘都在他手里 他对你的这种溃探 简直是无孔不入 但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选择是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现在出来表态 愿意给他政治庇护 你明白吧 那俄罗斯就是一种 跟美国全面抗衡的姿态 如果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筹码 我拿来做情报分析 不我估计中国 不我其实觉得 这是对中国跟香港 都没好处 我觉得是 他其实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